打造吉安成为银法族安养最佳乡镇 吉安乡公所协力的社区 医疗单位还有企业社团 在乡境内广设据点提供老大人优质的关怀与服务 而今年吉安乡首度入围了 卫福部台湾城市及高龄友善城市奖的贡劳奖 评审委员也亲自来到吉安市查考评 乡长游淑珍表示 得奖不是重点 最重要的是吉安各界的努力 让长辈们幸福有感之外 更可以让全国都看到 吉安乡90岁以上长着有将近8000人 为了让老人家有舒适健康的生活品质 吉安乡公所协力社区医疗企业还有社团 在乡境内广设据点 提供应发长辈优质的服务和贴心的关怀 而吉安乡的努力今年有更进一步成果 那就是吉安乡是花莲唯一 也是第一次入围卫福部台湾城市 即高龄友善城市奖 贡劳奖的评选 在我们的协力之下 超过十余个社团 跟社区发展协会 为我们精进在整个吉安乡 引发乐活休闲服务 甚至于是 乡邻里开启 学校幼童青年人 共同来陪伴老人做学习延缓老化的工作 这是一份神圣的社会使命 不是一个讲座或者是奖项 我们吉安乡公所也是花莲縣唯一 都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共识认同跟荣耀 吉安乡公所的努力 我们相信不只是教育的呈现 更是陪伴老人共同学习的一个快乐 幸福的吉安乡 吉安乡首先通过了第一阶段书面资料审查 第二阶段是由乡长游淑珍率领公所团队和协力单位 北上亲自简报 第三阶段 评审委员亲自来到吉安乡各个据点来视察评分 乡长游淑珍亲自接待、介绍还有说明 让评审委员深度了解 吉安乡打造高龄友善城市的认真与用心 乡长游淑珍表示 奖项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吉安乡的用心 让老人家幸福有感 更让全国可以看到吉安乡的努力 介络会吉安乡报导